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有一个特殊的训练项目 叫做最小间隔起飞 它加强一旦核战爆发 怎样才能让尽可能多的B-52轰炸机 在基地收到导弹袭击警报后的15分钟内迅速升空躲避 以免被一锅断掉 而之所以要卡住这个15分钟 基本上就是基地被摧毁之前能够争取到的最大逃生窗口期了 这就意味着每架B-52的起飞间隔只有12到15秒左右 简直比周末商场停车场的出口还要繁忙 但是有个问题 它发动汽车简单得多 领了钥匙就直接能走了 而飞机尤其是这种装了八台喷气式发动机的巨无霸轰炸机 也能够说走就走的吗 我是百科全数火箭术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还真不是 别说是八台就算只装了两台 比如普通的民航客机上 想要从零把喷气式发动机启动起来 也不是一个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的事情 因为本质上它每次都要经历一个从外输学到制造学的漫长过程 怎么讲 这是由涡轮喷气或者涡轮风扇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 它一方面需要先将空气吸入 然后加压送入燃烧室 燃烧后才能喷出来驱动涡轮旋转发挥作用 而另一方面 如果涡轮不先旋转起来 就无法驱动前面的风扇和压气机叶片来吸入空气 提供给后面的步骤 这样一来 整个循环从一开始就是跑不通的吗 很像是一个经典的鸡蛋问题 如果没有蛋就不会有鸡 但如果没有鸡的话 又哪来蛋呢 相当矛盾是不是 那么在飞机上 我们是这样解决的 抓另外一只鸡过来 先下一个蛋好了 这只鸡就叫做辅助动力装置 它的作用是 先去推涡轮一把 等于是给发动机输了第一滴血 然后发动机再慢慢的靠这滴血 循环起来 直到自己也能够造血了 就满血上岗吧 当然 血只是一个比喻 辅助动力装置又叫做APO 它提供的是压缩空气 而且它实际上也是一台涡轮发动机 只不过体积比较小 靠电池就能够启动了 如果你去机场有注意观察的话 通常都可以在客机的尾巴尖尖上 看到一个小洞洞 那就是APO了 它通过长长的管子 跟主引擎连在一起 所以飞机的启动步骤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第一步打开电源 机上的电脑开始工作 APO也做好了准备 第二步启动APO 产生压缩空气 同时也将输往主发动机的 燃油泵给打开 第三步 打开其中一个主引擎的启动开关 让APO制造的压缩空气 进入到它的启动机 其实这个启动机 是一个有很多齿轮和变速箱 组成的启动马达 它连在主引擎的高压轴上 可以使高压轴旋转起来 所以连着高压轴的高压涡轮机 和高压压器机 也就开始旋转起来了 空气开始被吸入 它们再也能够转得更快了 于是制造出了更高的空气压力 这个时候 高压涡轮机后面的低压涡轮机 也被吹着旋转了起来 而连着低压涡轮机的是低压轴 它又连着前面的低压压器机 和更前面的大风扇 这个大风扇一转起来 就更了不得了嘛 为发动机里面提供了更多的空气 循环一触即发 但你仔细看 现在整个发动机里面 还是没有任何的燃烧的 这些旋转进气吹动 全都是由APO吹出来的 第一口气给激起来的 所以到了第四步 就该是让燃料搞点事情了 打开燃料的加压阀 用APO提供的压缩空气 来将燃料加压后喷入燃烧室 和空气混合后点燃 制造出更大的燃气压力 推动后面的涡轮机 转得更快了 好了 到了这一步 主引擎的制造学 已经建立起来了 当然也就完成了 整个引擎的启动步骤了 可以切断APO准备起飞了 不过 咱们刚才只是启动了一台引擎而已 是的 APO太小 一次只能估得上一个 所以现在 这只已经长大的鸡得要扮演为另外一只鸡 或者别的更多的鸡下蛋的角色了 用它生产的压缩空气来启动其他的引擎 重复刚才的步骤 所以整个过程它快不了 必须得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做好才行 好了 到了装着8台引擎的B52身上 它就意味着至少要花掉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了 另外它还有一点小小的区别 就是因为最新的一架B52都是在1962年就已经下线的 那个时候既不流行在飞机的尾巴上装APO 而在B52的尾巴上还想装都装不上 因为它需要的是尾巴 于是正常情况下 B52的启动都是靠连在地面上的一台辅助动力装置完成的 别的飞机当然也能这么干 只不过使用APO是更为标准的流程罢了 虽然这个地面上的辅助动力装置 可能比飞机屁股上的APO要大一点 但依然还只是一次只能照顾一台 从节省时间方面其实并没有啥优势的 所以这么说起来 这15分钟升空的最小间隔起飞 就是个大忽悠了 还真不是B52是真有绝活的 来看这段视频 这名士兵往B52的发动机场里面塞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就是一阵黑烟 接着发动机它轰鸣了 它启动了 有没有快到炸裂 就当我前面的话都没有说 人家根本就不是这么玩的 那它怎么玩呢 靠炸弹来玩 那个被放进发动机舱的是一个小型的炸弹 它会在爆炸之后产生大量的压缩气体 而这些气体正是接替APO 来推动发动机的第一滴血 最关键的是 八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放入八枚炸药码 一起炸一起转 通过这样的极端手段 B52可以最快在两分钟内完成起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 然后一窝蜂的飞到天上 所以看到它的发动机冒黑烟 千万不要去想 是不是因为它老掉牙了 人家再老 但身板也过得硬嘛 而且再说一个冷知识 它的发动机不仅仅会装炸药 还有可能要装上水哦 是的啊 除了最后一个装着涡扇发动机的B52H以外呢 之前的ABCDEFG型号上面装的J57涡喷发动机里面 都会在最小间隔起飞时 灌上水和燃料一起喷哦 用这样的方式来提供额外的推力 你看它们穿过的那层层的黑烟呢 就是混了水的燃料在燃烧不充分时冒出来的样子了 可见B52是真黑科技啊 难怪美军说我还要再用它一个世纪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